为在大雨堤防排水沟、防汛沟的部分 抵挡不了这次的小犬台风雨量 而因为已经淹过附近的农田 农民看到后也感到相当难过 说这个防汛工才刚刚做好 为何这次台风却没有任何帮助 为在大雨堤防排水沟、防汛沟的部分 抵挡不了这一次小犬台风的雨量 因为已经淹过附近农田 农民看得相当难过 也说这个防汛沟也才刚刚做好 为什么这次台风没有任何帮助 雨量又没有上次那么大 现在雨量降而已 本身水锅就已经超过水锅的高度了 这样的排水量都往一般农民的水田了 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再往另外一侧防汛沟旁的农田 农民就很担心一棚的水沟就要满出来了 再没多久就会淹过它辛苦种植的水稻 根据中央次象鼠的24小时雨量资料显示 截至下午3点 预理雨量来到206毫米 还未达到几件雨量 新盖好的防汛沟就造成农田区域 淹水农民抱怨声连连 记者高松双玉理阵 下方播放